大家好,我是老谭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 讲话项目史上 还有一个网上商城 上一次课 我们将用户的收货地址增加进去了 那么本次课 我们接着来实现另外一个功能 我们需要将用户的有效地址 显示在这个列表里 这个事情并不复杂 首先我们回到 Address.do的接口里边 我们这里并不做太多的逻辑判断 比如说增加的收货地址 最多我们并不限制 我们也不想做它进行分页 我们简单的使用一个条件 来查询出一个列表就可以了 为什么会有一个UseID作为条件呢 因为对于地址的查询呢 我们一般都是由用户登录上去之后 到自己的会员中心呢 点击一下地址管理 那么这个时候呢 查询的肯定是自己维护的地址 所以呢通过一个UseID作为条件呢 是比较合理的 那么有了这么一个get address方法呢 我们就需要在配置文件里边 写一个标签 select 它的结果类型呢 就是一个address 接下来我们就使用select新fromshopaddress 条件是UseID等于 第一个谈数 好这是get address方法呢 所对应的select的标签 接下来我们回到surface surface里边呢 也没有太多的逻辑需要我们操心 我们简单的呢 按照DL的方法呢 来写一下就可以了 在实现里边 我们增加一个方法 那么再回到act里边呢 我们也应该有这样一个方法 叫list 得到地址的列表 我们使用一个私有的list address 来保存查询的结果 那么这个address呢 它应该等于 address surface里边的get address 这有个useID 我们应该使用 之前我们从setting里边 保存的用户里边获取 放回list 好 那么这是我们做列表查询的时候呢 准备好的这么一个方法 那用了这个方法呢 我们看一下 这个方法返回的是list 那么之前我们增加的时候呢 也是返回的list 这个呢 就不是很合适了 我们看一下怎么改进一下 首先呢 我们在指定的result name等于list呢 它返回到的是一个address list.gsp 那么如果是查询的话呢 转到这个界面非常的合适 因为查询完了 会有数据保存起来 然后呢 到这个界面的进行显示 但是假如说是增加 或者呢 对地址的进行修改 那么我们不应该转到list 我呢 这个地方改进一下 我叫oprsuc 操作成功 操作成功呢 我想转到一个action 由这个action再次发送查询请求 上地址表里边查询最新的地址 所以这个地方呢 我们需要使用 使trust to提供的type 这样呢 我们使用address list 好 那么这是我们做的一个改进 这边增加呢 我们就改成oprsuc 让它转到user list 进行再次的查询 然后把数据呢 显示在列表里 好 那么后台呢 我们基本上写完了 再回到呢 页面 这个页面之前呢 我们是demo 所以呢 这是先使的 那我们现在就需要使用一个 save for each items items 等于 $ 大括号 addresses 下边这个tr 我们就不要了 接着呢 在这个里边 我们就使用address 打点 来获取一下 相关的值 相关的值 这边呢 应该是address.send 是 去 这边就是address 这里呢 显示一个手机号码 还有一个 邮编 好 那么 这里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 能不能够将数据库里的地址呢 显示在这个列表上面 播出一下 好 我们呢 最后呢 需要针对菜单呢 来进行改进 这边我们得改成呢 address list 播出一下 回到浏览器 我们呢 重新登录 进到会员中心 点击地址管理 好 大家可以看到呢 之前我们加的两条数据呢 就正确的显示在了 有效地址列表里边 那么这个列表呢 虽然已经出了 但是对于后边 这个取消默认 以及还有一个设置默认呢 我们还没有做控制 这个是根据 这条记录 是不是默认地址呢 来做了一个设置 我们需要做一个条件判断 那我们来看 在这里 要想出现取消默认呢 那么它应该就是一个默认地址 那还有一个呢 如果不是默认地址的话呢 我们出现一个设置默认 一个呢是red 一个呢是blue 颜色有所区分 那么关键就是这个test里边 我们这个test里边呢 就应该从 adress里边 得到一个 ease default 就是判断 它这个属性呢 是否等于 1 如果是1呢 说明它是一个默认的收获地址 我们就出现取消默认 那如果 这个值呢 它是等于2 那么它应该出现的是 设置默认 因为如果 ease default是2的话呢 说明它不是默认收获地址 我们呢 再来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就有所不同 第一个地址呢 是取消默认 说明它是默认的地址 第二个呢 是设置默认 说明呢 它并不是一个默认收获地址 好 同时呢 我们也测一下 如果我再来增加一个收获人的信息 比如说 如果我再次设为默认的话 那么对于之前有一个默认收获地址 我们现在又来设置一个默认地址 那么情况会怎么样呢 大家可以看到呢 这个数据呢 也加进去了 但是呢 这里有两个取消默认 那就说明了 对于这样两条数据呢 它都是默认的收获地址 好 这肯定呢 跟我们之前分析的业务逻地呢 有冲突 那么本次课呢 我们先将这个查询列表呢 显示出来 并呢 控制了后边的操作操连接 那么下次课呢 我们来针对默认 这样一个比较特殊的操作 进行设置 好 本次课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